熱線是愛 兩天兩萬人分享 小學生喊 媽媽 我愛妳 我愛妳啦 你愛我嗎 好 老師姐 拜囉 我愛媽媽 幹嘛 又老師姐 我愛我整個都很酷 媽媽 我愛妳 媽媽 我愛妳 媽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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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親節快樂 這一段段哭得稀哩花啦的真情告白 是不是也讓你感動情淚 台中市正平國小五年三班導師李忠修 上週五在母親節前戲 把手機借給學生 讓他們打電話給媽媽 把平時不敢對媽媽說出的愛 勇敢說出來 還把150個小朋友打電話 情緒潰題鬥趣的過程 剪輯成影片PO上臉書 短等兩天一近兩萬人分享 媽媽 我愛妳 媽媽 我愛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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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媽媽 我愛妳 媽媽 我愛妳 有網友還留言 看完哭著跑進媽媽懷裡 我一開始我的待勁的方式是 因為前任發生了波士頓的爆炸 那其實就讓孩子知道人生無常 所以真的要愛真的就是要及時 如果你自願想要打的話 老師就提供手機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個時候 趕快跟媽媽告白 各班幾乎都有打 就是有少數幾位 可能是因為剛好打不通的 蘋果卓道校採訪影片中 最尊情流露的小男子和王文璇 為什麼那一天特別可以講得出來 為什麼那一天特別可以講得出來 媽媽 我愛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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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新聞 媽媽 我愛妳 報導